而针对这一次国道一号10K细子段边坡崩塌 造成基隆交通冲击 也凸显出基隆台北交通的重要性 小孩爸爸谢国良在台铁基隆站向通勤族问好时也提出呼吁 基隆的铁路跟捷运要兼顾 铁路班次真的不可以废掉 那各位想想看如果最近的情况发生了国大贪邦 结果根本没有任何的火车可以搭乘的时候 各位可以想想看我们的连外交通有多辛苦吗 我也跟大家讲其实这些对外的联系都是不得已的 正本清源我们就是要替基隆在地找到我们的就业 如果你在地没有就业大家永远就这样往外跑 这不是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 然后未来我要推动更多的直达车 以前我们就有推动过基隆到南港 还有基隆到八渡然后台北 那未来这直达车就是在系纸之前我们就用区间车 我觉得要有几台几班车一个小时一班左右 直接可以到南港松山台北 尤其是南港台北因为南港现在是大战 在我做立委的时期那时候南港还不是像这样的大战 所以我觉得到南港跟台北 我觉得是未来我要好好来推动的 大家上班辛苦了各位好朋友早 谢果然强调这次国道事故显示台铁存在的必要性 能够在短时间输运大量的人潮 因此火车跟捷运应该朝两者都保留的方向来做规划 另外透过民调资料可以发现 如果捷运路线走进安乐跟中山区来衔接基隆火车站 民众接受的比例更高 因此他呼吁第二段路线可以规划从八堵站延伸到人口密集的区域 这样可以兼顾火车跟捷运 不会抢夺客源 反而可以让基隆更多区域纳入轨道系统 记者黄日生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